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临这座城市 虽然阵雨常常影响我们原定的拍摄计划 但风雨过后 仰光城内满目葱绿 空气清新 温度宜人 一扫南亚次大陆的高温酷热 带给我们的诸多布霜 仰光是座绿荫浓郁草木葱龙的城市 这里到处生长着游牧 它被称为缅甸之宝 树木之王 是缅甸的国树 缅甸是世界上游牧产量最大的国家 森林资源极其丰富 全国拥有林地3412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左右 当地的游牧质地坚韧耐腐蚀 是世界上除钢铁以外最好的造船材料 在仰光城内 经常能看到一辆辆货车将巨大的游牧 运送到仰光河边 从1852年建成的仰光港装船出海 作为缅甸最大的港口 仰光港也是世界上主要的稻米输出港之一 每天港口的轮渡往返于两岸 运送着往来仰光城的乘客 从伊洛瓦底江分支而来的仰光河 不算宽阔 水流平缓 河这边熙熙攘攘 河对面则仍是乡村 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多少建筑 男人穿裙子 女人剃光头 是仰光城内 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 在缅甸 男人穿的裙子 叫做龙启或沙龙 女人剃光头 则是因为她们是尼姑 在缅甸5300多万人口中 8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在这个著名的佛教之国 每个人在生命中的任何一段时期内 必须消化为增或为泥 时间最短几天 最长则一生 否则他们就会受到社会的蔑视 据说 最近两年 缅甸在旅游活动中 还开设了当临时僧人的项目 国外游客 可以到当地指定的一些寺院中 当几天僧人 短则一两天 长则一星期 体验体验当僧人的感受 每天天没亮 缅甸寺院中的和尚或尼姑 就会早早起床 穿好袈裟 赤脚出门 手托大大的瓦波 列队排好 前往一些大户人家画园 这些人家也会早早起床 用大锅熬好稀饭 等着僧人们前来画园 僧人们光脚走过大街小巷 敲声无息 不会惊动那些依然沉睡的人们 不管酷暑严寒 仰光城内都能见到这些 清早列队画园的僧人 他们就像按时上学的学生一样 画完园后准时回到寺院 然后整齐地坐在斋堂中 一起吃完斋饭 接着开始每天一成不变的诵经 在东南亚地区 缅甸是佛教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佛教传入这里 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 公元1044年 缅甸统一后 建都普甘的阿奴律陀王 开始宗教改革 改信小城佛教 此后经历东屋 共榜两个封建王朝 佛教愈加深入人心 人们吃斋念佛 践踏修庙之风 一直延续至今 即使在此后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期 缅甸人也没有放弃对佛教的信仰 1824年至1885年间 大英帝国曾先后发动三次侵缅战争 并占领缅甸 1886年英国将缅甸化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直到1937年缅甸才脱离英属印度 直接接受英国总督的统治 而到1942年 缅甸又被日军占领 1945年缅甸光复后 英国再度控制缅甸 1947年10月 英国被迫公布缅甸独立法案 4年1月4日 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 正式建立缅甸联邦 1974年医院改称为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8年9月23日 再度改称缅甸联邦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中 国教对缅甸文化艺术 和当地人民的生活 一直产生着深刻广泛的影响 全民信佛的传统 使缅甸人人自律 普遍向善 当地偷盗 抢劫案极少发生 整个社会堪称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当地人不无夸口地说 即使半夜拿着一箱子美元 走在仰光的大街上 也不会有人来抢你的东西 民风淳朴 可见一般 缅甸的寺院不论大小 僧人不论多少都会坚持一些日常修身修行的功课 而并非紧紧应接相课 供奉佛祖 在仰光一所著名的佛玄院内 佛学大师的弘法讲座 总是能吸引众多的信徒 人们虔诚地席地而坐 神态专注 认真填讲 试图从深入浅出的活法中 感悟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要义 我们这所学院是由这位高僧大德创建的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当初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出资捐赠 他们的名字都铭刻在对面的功德墙上 这些年来 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 来这里进修学习的僧人与日俱增 除了缅甸本国的之外 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许多佛教徒 应该说 我们这所学院已经名副其实 成为一所国际佛学院了 下课之后 僧人们会自觉地列队而行 不苟言笑地走回自己的宿舍 这些僧人来自缅甸各地 他们到仰光的这所佛学院来进修学习 长则一两年 短则几个月到半年 完成进修后再回到原地 缅甸有如此多的佛教徒 并有如此长的佛教发展史 自然也少不了佛教艺术建筑 来到缅甸的人们 最先被吸引的可能就是满眼玲珑的博塔 佛教的信徒们从上建造福徒 建庙的同时必定建塔 因而缅甸六十七万六千五百八十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到处佛塔林立 这时缅甸又有佛塔之国的美意 曾有人估算 若把所有佛塔排列成行 可以从缅甸的南径一直排到北疆 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 精湛的佛塔建筑艺术和传承下来的佛塔文化 充分显示了缅甸人民的智慧 展现了佛塔之国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 这些千姿百态金碧辉煌的佛塔 也使缅甸成为旅游圣地 与中国的木塔、砖塔不同的是 缅甸的佛塔大都是金色的金塔 天气晴朗的日子 在阳光灯高纵览 城内到处金光闪烁 恍如无数金子跌落在绿荫之中 让人感觉佛光普照 佛法无边 到仰光的人没有不去锐光大金塔看看的 大金塔气宇轩昂地耸立在仰光的制高点 新固德拉山岗上 缅甸人把它奉为佛教圣地 视为民族的骄傲 这座大金塔与印度尼西亚的波罗浮屠塔 柬埔寨的吴戈窟齐名 是文明世界的东方圣祭之一 它的历史比仰光城更为悠久 相传 在公元前五世纪 缅甸商人科家达普陀兄弟 从印度带回释迦牟尼的巴根佛法 献给缅王奥加拉巴 缅王便下令在仰光河边的渔村 建塔珍藏佛法 大金塔出建时不到二十米高 此后经过历代君王的修缮扩建 现在高达一百多米 主塔周围有六十四座小塔环绕烘托 所有塔身均贴满金箔 仅大金塔贴的金箔就达两万零五百一十六张 重达七吨多 而塔顶宝伞上则悬挂着一千零六十五个金灵 和四百二十个银灵 塔顶上的钻球镶嵌着五千四百四十九粒钻石 和两千三百一十七颗红蓝宝石 整个金塔珠光宝气 挺秀华贵 蔚为壮观 阳光明媚的时候 走在大金塔周围 人们常常会被强烈的金光刺得睁不开眼 每天来到大金塔拜佛参观的人不计其数 在这里 所有的人必须赤脚行走 以示对佛的崇拜和虔诚 缅甸人把锐光大金塔视为圣地 引以为好 经历两千五百多年风雨沧桑之后 锐光大金塔更加金碧辉煌 气宇轩芒 如梦如幻 缅甸之所以建有这么多的佛塔 一种说法是为了供应佛法 另一种说法则是为供奉佛陀的遗物 其实 后来的佛塔大多是平民所建 在当地佛教徒的信念中 他们认为建佛塔可以造福终生 修复来生 因此人们一旦积出点钱就大多花在建塔拜佛上 在缅甸的华人 一般都会去他们自己集资修建的神庙念经拜佛 仰光港附近华人街中的庆福宫 便是一百多年前由来自福建的华人修建的 起初 在缅福建华人同乡会也在这里成立并办公 他们将善男信女的捐资用于在缅华人的华文教育和医疗事业 每年8月19日中年节 福建华人同乡会的24家宗姓成员便会在这里举办隆重的仪式 念经祈福 我们牧林摄影队在仰光采访时 正好赶上这难得一见的圣诞仪式 便全程跟踪拍摄了他们拜佛祈福的过程 中元节的活动通常要进行一天 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左右 各种仪式持续不断 上午在当地高僧的引导诵经和开光中 同乡会的24家宗姓成员首领 一起在纸扎的各种神像前烧香祭拜 并绕庆福宫的里里外外行走一圈 接下来当地华人信徒络绎不绝地前来 虔诚地进宫内烧香拜佛 捐香火前 到傍晚五点多钟开始 几位高僧在庆福宫正门内继续诵经 同乡会的宗姓成员首领 依然围绕庆福宫内外行走一圈 在堆满各种丰盛祭品的神像前 最后祭拜 整个活动的高潮出现在 祭拜仪式结束之后 人们收拾好那些丰盛的祭品 将纸扎的各种神像 抬到庆福宫门前的广场上 逐一将他们在大火中烧掉 而同乡会的宗姓成员首领 则带领大家围绕着火堆一起行走祈福 当晚的仪式正赶上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兴致 大家举着雨伞兴致勃勃地参与到仪式中 从这隆重的拜佛祈福仪式中 人们不难看到 当地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维护 福建同乡会的华人首领告诉我们 这种仪式以前更为隆重 每当举办拜佛仪式时 整个庆福宫内外人山人海 活动程序与内容也更多 而现在这样的活动规模已经大大缩小 在缅甸这样一个佛教氛围浓郁的国度 任何人都会被深深感染 他们不一定在佛塔前顶礼膜拜 但一定会在心中暗暗许愿或祈求 希望也能拥有一份与佛结下的善缘